我们现在进入第二十八讲 主观相对主义认为只要个人赞同某种行为 该行为就是对的 文化相对主义认为只要社会赞同某种行为 该行为就是对的 那么前面两讲我们已经证明了 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神命论 神命论认为只要上帝赞同某个行为 该行为就是对的 那上帝会命令我们去做在道德上正当的事情 禁止我们去做道德上错误的事情 所以说上帝成为了道德正确与错误的标准 在上帝的意志之外 行为谈不上对错 这是神命论 神命论有吸引人的地方 因为它能够立刻的解决 关于能理学的客观性的老问题 就是说道德的善恶 不单单是取决于个人的情感 或者社会的习惯 一件事情的对错 它有客观的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一切都交给上帝 没有比这更能避免个人和社会的主观性的 此外 由于不道德的行为就是触犯上帝的命令 所以人就会努力成为更有道德责任的人 否则最终会受到上帝的报应 那么神命论 它也存在严重的问题 首先无神论者当然不会承认 上帝是客观存在的 那么甚至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 神命论也有令人困惑的地方 比如说上帝 他是凭借什么提出他的诫命 他是遵循某种标准 还是随意提出来的 这就是在著名的对话欧系弗诺篇当中 苏格拉底试图解决的问题 那我们就来看欧系弗诺篇对话里面 所展现的这个经典的思想实验 叫控告自己的父亲 这个故事讲的是苏格拉底 他不是被人起诉吗 所以说要到法庭去登记 结果苏格拉底在法庭门口 就跟一个贵族的子弟叫欧系弗诺相遇 那欧系弗诺就告诉他 我之所以到这里来 我是打算起诉我的父亲犯了杀人罪 原来事情的经历是这样的 就是欧系弗诺家的一个故宫 在醉酒以后 与一名家奴发生争执 这渗路之下 这位故宫就割断了家奴的喉咙 欧系弗诺的父亲呢 就把这个故宫捆绑起来 扔在阴沟里面 然后呢就派人到雅典去询问巫师 应该怎么去处置这个杀人的凶手 那么那个故宫呢 饥寒交迫 没有等派去的人回来 就一命呜呼了 尽管父亲和亲属都认为 死者本来就是一个杀人犯 所以死了又何必在意 但是欧系弗诺坚持 他父亲确实是杀人的凶手 那么亲人们都认为 你控告自己的父亲是不正当的 但是欧系弗诺却认为 所谓的正当就是让罪犯神之以法 即使犯罪的是自己的父母 也应该这样做 因为这是来自于神的命令 如果你不控告罪犯 反而是极大的不正当 苏格拉里就质疑说 那你认为神的命令就等于正当 那我就问你 我们是因为某物本身是可爱的 才爱某物 还是因为我们爱上了某物 某物才成为可爱的 同样 神是因为行为本身是这样的 才命令我们这么做 还是因为神命令我们这么做 该行为才是正当的 苏格拉里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你对什么是正当 什么是不正当的这种认识是含混不清的 那么你为了一名故宫而控告自己的父亲杀人 就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欧续弗诺最终没办法回答苏格拉里的质疑 只好匆匆告别 这是整个这个故事 那么欧续弗诺如果承认 神是因为某事震荡才发出了命令 其实就等于在神之外 有了更高的权威 就像有人经常说 神也不能使二加二不等于四一样 由此一个行为的正确性 或者一个事物的真理性 就处在了神的意志之外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他所谓的我要虔诚的遵守神的命令 这仅仅是一种说辞 而为什么控告他的父亲是正当的 仍然没有得到恰当的说明 也就是说欧续弗诺在这个逻辑上 他必须寻找神意之外的其他理由 反之如果欧续弗诺坚持神意 或者神的命令 是才使得行为正当化 那么其实他又面临另外一个困境 这个困境就是所谓的强权即功底 因为神是最有权力的 最权能的 所以神说了什么 他就代表正义 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杰克逊曾经说 我们说老算并不是因为我们正确 我们正确是因为我们说老算 这个大法官的这种坦率 其实反而让人更深的怀疑 最高法院是不是一个维护正义的机构 而在欧续弗诺这个案例当中 实际上父亲的做法是不是杀人 神是不是就赞同控告父亲 当然有很多值得辩驳的地方 就像我们上次的分析 单纯的道德标准 不足以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 对于父亲行为的定性 还要依赖于具体的事实和情境 而恰恰是在这个方面 神并没有告诉我们明确的答案 他需要我们发挥自己的道德审辩能力 可以说欧续弗多少是以神的正义的名义 来行使自己的主观的正义 具体来说 神秘论的思想面临如下几个困境 首先这种道德概念它是神秘的 说神使某种行为变得正当 到底是什么意思 当我们说建筑师使各种材料变成了房子 这样的说法是很容易理解的 毕竟其中的设计标准 材料配置 力学原理 建筑工序等等 我们都可以以科学实证的方式 建立客观的因果关联 可是一个行为 它怎么就变成正当的呢 没有人知道 比如说代人诚信 我们说它是一个正当的行为 我们可以为这个行为之所以正当 为什么代人诚信是正当的 我们可以找到公立的理由 社群的理由 生存的理由 基因的理由 等等各种理由 我们也可以从人的自由与责任的关系 来论证 诚信原则是必要的 但是当我们说 之所以要代人诚信 就是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 上帝就成为了唯一创造理由的 但是上帝的这个理由 其实又是我们根本无法 无权得知的 我们只知道上帝说了 不要代人诚信 命令就是命令 就像上帝说要有光 于是就有了光 这其实是神秘主义的 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对于这种神秘困境 神命论者可以做出如下的回应 他们可以说上帝的命令 仅仅是一个绝对的起点 就像数学或者逻辑学的功率 这些貌似神秘的命令 虽然并非人类推理的结果 但是他们完全能够得到人类经验的认证 他们作为基本的道德原则 可以适用于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情形 就是说不管人类的道德生活如何发展 都不能偏离上帝所命令的超验的根基 只要我们承认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 我们就必须为这样的神力保留位置 反之神的命令从来没有让人放弃自己的理性 反而要求人去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 人类的道德进步 其实就是在理性的反思与神圣的谦卑之间 保持张力和互动的结果 其次就是神秘论的第一个批判 我们说它是神秘主义的 那么神秘论的第二个问题是 这样的道德概念使得上帝的命令具有任意性 因为唯一的理由就是上帝如此命令 这就意味着上帝想怎样命令就怎样命令 这上理论上是这样的 那么从理论上说上帝既然可以命令人要代人诚信 上帝当然也可以命令我们要撒谎 上帝可以命令不得杀人 上帝也可以命令我们滥杀无辜 上帝可以命令禁止通奸 上帝也可以命令我们集体云乱 所以有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 他说摩西带着写有十戒的石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他的这些族人就围住了他 想知道上帝是命令他们应该过怎样的生活 他们就问摩西石板上都写了些什么 摩西回答说 我有好消息和坏消息 你们想要先听哪个 他们说我们想要先听好消息 好的 摩西说好消息是上帝的诫命只有十条 那坏消息呢 坏消息是上帝把禁止通奸写到了诫命里面 这就是说明以色列人以前没有上帝命令的时候 我们本来可以通奸 那么根据神命内通奸的错 它的原因就在于上帝不允许这么做 那么如果上帝允许这么做了 那么通奸就没有什么不对的了 所以上帝的命令是五段的 他可以命令任何事情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上帝的权能就意味着上帝的钻断和任性 是我们可以受想的 对于这种任意的困境 神命论者也可以做出如下的回忆 他们认为这种规谬法完全是一种主观想象 它并不适用于上帝的命令 上帝是全善的 他不会纵容杀人 说谎 偷盗 淫赖 等等行为 不过 其实这样的回应 其实是有循环论证的嫌疑的 因为上帝被定义为善 然后我们又用上帝来定义善 需要定义的概念 已经包含在用来定义的概念当中 所以他并没有让我们知道 任何新的东西 他并没有告诉我们 到底是什么 使得一个行为是正确的 因此他并不能增进我们对道德本质的理解 对此呢 神命论者可以进一步的回应说 认为上帝会做任意的规定 这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以人的有限和善变来揣夺神的无限而又稳定的善的属性 重要的不是猜测 而是正确的解释 只要正确的解释我们就可以发现神的命令其实从来都是一致的 是以救恩为目的的 这是神命论的第二个问题 我们说第一个问题是神秘主义 第二个问题是任性 第三个问题 神命论的道德概念被有些人认为是多余的 就是说他是用多余和错误的理由 取代了正确而又必要的理由 比如说禁止虐待儿童这个道德规定 其实他不需要神命 他在很多方面也可以正成 比如说虐待儿童是恶毒的 他把不必要的痛苦施加给人 他会使人产生不想要的长期的心理阴影等等 但是神命论的讨论却不认为这些理由当中的任何一个是重要的 他所关心的只是 虐待儿童违背了上帝的命令 神命论因此包含一个推论 如果上帝不存在 虐待儿童就不会是错的 可是我们事实上从人类历史知道 即使上帝不存在 虐待儿童仍然是恶毒的 因而是错的 所以说神命论是多余的 他在这一点上是失效了 托斯托耶夫斯基说过一句正农发魁的话 他说如果上帝不存在 人类就可以任意妄为 这句话斩钉截铁 可以视为神秘论对类似的批评的回应 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 道德的基础到底是经验的维度 还是超验的维度 进而言之 还得回到我们之前的追问 道德到底是主观的 还是客观的 我们很多时候 所以为的正确 不过是自以为是的正确 从神明论的角度 基于人的必然败坏 人常常并不能够从经验当中 集体教训 所以道德的进步 从来不是一路凯割 而是充满挫折 甚至倒退 尤其是今天科技的进步 让人的征服能力日益扩张 以此相伴的并不是道德水准的同等程度的提高 反而是人更有能力作恶了 旧的能力问题没有解决 新的能力问题又接踵而来 如果我们遗忘了神的诫命 最终的结果是人类自己毁了自己 所以以人类名义的道德 以人类的名义的道德 如果实际上是充满了 以人类为中心的 自负与偏见的 而神明的绝对性 才是最大的客观性 尽管这种客观性 很多时候并不为人理解 但那恰好是需要 人放下骄傲 谦卑的顺服和倾听的时候 唯有如此 人的前途才可能是幸福的 然后神明论还有一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就是对于信仰上帝的人来说 神明论还可能贬低到神 神摧毁了我们崇拜和服从上帝的理由 这方面是由哲学家莱布尼茨做出了解释 莱布尼茨说 当有人说行为的善 不来自任何有关善的标准 而是仅仅来自上帝的意志时 在我看来 他就毁灭了上帝所有的爱与荣耀 虽然他们有意识到 因为如果上帝做完全相反的事情 也同样值得赞扬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赞扬他呢 如果上帝只拥有一种爆裂的力量 如果他的行动是出于任意 而非出于合理性 如果正义就是服从最有力量者的意愿 这也是暴君的定义 那么上帝的正义和智慧何在 除此之外 任何一个被抑郁的行为 都假设了一个该抑郁的理由 而这个理由必然是先于其行为了 这是莱布尼茨对神明论的反对 莱布尼茨对神明论的反对很有深意 毕竟他是西方理性传统当中 最坚定的有神论者之一 他长篇大论的论证了 一定有一个全善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存在 正因为如此 现在这个世界才是所有可能世界当中最好的一个 由于上帝是全知的 所以他知道什么样的世界是最好的 因为上帝是全能的 所以他能创造这样的世界 又因为上帝是全善的 所以他想要创造这样的世界 莱布尼茨的这种论证 受到了福尔泰等人的否刺和挖苦 不过莱布尼茨的例子证明 对于一个有神论者来说 坚持道德独立于上帝 是一个非常合理与忠诚的观点 没有不尽神或者异端的倾向 不过莱布尼茨有关上帝可能被神命论贬低的具体理由 其实跟我们前面讨论的 无神论者对神命论的前三者批判是一致的 莱布尼茨也担心上帝的道德命令是神秘的 是任性的和不讲道理的 莱布尼茨对上帝全善全知全能的捍卫 仍然没有解决苏格拉底式的质疑 在上帝的命令之外 到底有没有一个终极的善的标准 事实上 我认为这样的质疑主要还是来自于对语词的误用 当我们说上帝是全善全知全能的时候 我们就以为我们是在用全善全知全能这样的属性规定上帝 由此就以为上帝与善存在了孰高孰低的问题 我们把神的命令和善的震荡性人为的割裂开来 其实正确的理解是 当我们说神的命令是震荡时 我们既要否认神要遵从震荡 又要否认神要任意而为 神就是善 神不可能不善 反之亦然 善就是神 善不可能不以神的方式存在 为什么 因为神是自由永有的 祂是自我满足的一 而所谓的恶 不过是善的缺失 神作为一个一和大权 怎么可能有缺失呢 所以当我们说神只能为善的时候 并不是说神之外还有一个善 而是恰好证明了神本身的圆满自主与完全 不过即使神明论是正确的 神明论也只是提供了道德的标准 它仍然需要人做出道德的判断 需要人自己通过肉身的实践来提升自己的道德 而这方面总是问题重重 我们来看这个以神的名义杀人的案例 有时候人们声称他们是被上帝命令去犯罪的 有个叫巴巴拉唐迪的人说 是上帝命令他去杀死自己七岁的女儿 因为自从他有了信仰之后 他就读到了圣经当中所记载的 未婚先孕是不对的 而这个女儿是他与未婚的同居男友生下来的 唐离被判处了终身监禁 并关押进亚利桑那州的精神病院 唐离对圣经的理解显然是有问题的 首先圣经明确的规定不得杀人 连堕胎也不允许 更何况杀死已经七岁的孩子 其次即使按照圣经旧约当中 对于婚外淫难的禁止性规定 首先要被治罪的 甚至要被石头打死的 也应该是巴巴那本人 而不是他的女儿 那我们后面也会专张 从哲学上论证有关信仰的问题 在这里我引用这个案例是想说明 圣经中对神的命令的描述 表面看起来是有矛盾之处 这为神命论 反驳神命论又提供了一个理由 但是对于信仰的群体来说 在神邪皆解释的规范传统之内 其实这些道德方面的不意志性 早就已经得到了融贯的解决 我们的问题是 当巴巴那以神命的名义 杀死自己的女儿这一悲剧发生 到底是神出了问题 还是人出了问题 无神论者 如果压根不信神的存在 当然就不应该说是神的问题 而虔诚的有神论者 更会说这是由于人的罪性使然 而与神无关 据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兰夫人 在临上弹头台之前曾经疾呼 自由多少罪恶假辱之明行之 我相信一个公正的无神论者 也不会因为这句话 而认为这是自由的问题 而会认为这是人对自由的理解出的问题 所以我们仍然要强调 一个见钱的道德 一定是以自我的批判和反思为前提的 人要勇敢的为自己的行动负责 而不是一味的把责任推给外在的原因 好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